新德里消息 人口统计学家预估 印度人口最快将在本月超越中国 成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 这在社会与经济上有着重要意义 据报道 自联合国1950年首次实施人口统计以来 中国始终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目前中国和印度都有超过14亿人口 合计占世界81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 通过一系列调查和数学计算 人口统计学家预估 印度人口将在4月中的某个时间点超过中国 但学者警告 外界应对这个预测时保留态度 因为人口数字是可以修正的 不过 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印度代表沃娜表示 他们对调查数据充满信心 因为使用了非常稳健的方法 分析指出 尽管中国政府7年前结束一胎化政策 并于两年前宣布一对夫妻可生三个孩子 中国的人口高龄化 人口成长仍停滞不前 而过去30年当中 印度人口更年轻 生育率更高 婴儿死亡率也降低 华盛顿消息 多项民调显示 前总统川普因封口废案件被传讯后 党内支持率开始下滑 近半数国人也认为川普应在被起诉后停止竞选活动 据报道 川普三月份宣称 自己将会被检方起诉并逮捕 民调机构投资者商业日报随后在3月29日至31日对456名共和党人及共和党支持者进行了民调 民调结果显示他在共和党中的支持率下降了4个百分点 从51%降至47% 此外 美国广播公司与易普索公司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 48%的国人认为川普在被起诉后应该停止总统竞选活动 比前个星期上升了5个百分点 民调还显示 50%的民众认为川普应被指控犯罪 比被提审前的45%略有增加 53%的民众认为川普是故意犯罪 11%的人认为他过失犯罪 这份民调同时还显示 47%受访者认为对川普的起诉是出于政治动机 32%的受访者持相反看法 华盛顿消息 国际货币基金今天表示 空货膨胀居高不下 加上近期金融机构动荡 今年年初世界经济可能软注录的迹象已消退 预测全球年度经济成长率下修为2.8% 通货膨胀率可能仍高达7% 国际货币基金今天公布世界经济展望春季报告 报告预测 如果金融机构的风险得以控制 全球经济成长率将从去年的3.4%下修到今年的2.8% 明年渴望达到3% 报告指出 由于大宗商品价格下跌 全球通货膨胀率将从去年的8.7%下降到今年的7% 明年则渴望再降至4.9% 在主要国家表现方面 美国今年的经济成长率预测为1.6% 明年只有1.1% 预估欧元区金明两年经济成长率分别为0.8%与1.4% 亚洲国家方面 中国的经济成长率在金明两年达到5.2%与4.5% 日本金明两年经济成长率为1.3%与1% 阿姆斯特丹消息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荷兰期间发表讲话 他强调欧洲应该保持开放 同时维护欧洲的经济主权 只有这样才能自主选择合作伙伴 把命运掌握在欧洲人自己的手中 他指出 独立自主对欧洲非常重要 欧洲应该保持自己的发展模式 而不能依赖从属于其他国家 马克龙认为 欧洲要保持竞争力就必须加强创新和改革 并在教育方面加大投入 比如提高对各国劳动力的技能培训 同时整合欧洲市场 吸引资本和人才 他还说 欧洲需要发展自己的高科技 依赖其他国家的科技会使欧洲面临风险